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发展成一位有多种职业身份 阅读量超过几千万人次的知识博主 也取得了比过去丰厚的多的经济收入 在这本书里 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 并观察很多副业达人 以大量案例为基础 总结了一系列通过副业赚钱的思维 方法和工具 虽然有点庞杂 但很实用 可以作为了解副业赚钱的入门参考 甚至有读者评价说 这哪是副业赚钱之道 如果一个普通人 能正确按照书中提供的方法论做事 别提副业了 主业都能做得非常出色 接下来 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现在社会上有哪些副业可以选择 一般大家是如何选择副业的 第二 每个想做副业的人 如何利用自己的核心资源 开展副业 第三 在做副业过程中 可能面临什么困难 又有哪些解决办法 希望听完之后 你对副业赚钱这件事能有基本了解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 能够从容地迈出这一步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现在社会上有哪些副业 通常大家是如何选择副业的 换句话说 先看别人是怎么搞副业的 再想自己除了工作 还能干点什么 说到这个问题 你可能想到送外卖 开网约车 做微商之类的工作 没错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副业 不过除此之外 有些副业可能是你以前不知道的 在这本书里 作者一共收集了32个案例 提到了几十种副业 有些是容易想到的 比如做自媒体 做保险代理人 做瑜伽老师等等 有些是不容易想到的 比如做儿童礼仪培训 做二手车评估 做纹身设计师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 副业划分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是有专业技术门槛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比如编程 画画 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另一种是没有技术门槛的 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精力 随时都能做 比如像同城跑腿 销售代理 参与问卷调查等等 这是在考虑副业的时候 最先碰到的问题 通常来说 如果有条件 做专业技术方面的副业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这类副业有门槛 报酬比较高 并且在做的过程中 能提高专业能力 但是如果没有条件 做专业技术类的副业怎么办呢 从其他副业做起 也是一种选择 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 主人公是西安一家 大专院校的老师 有一次网络购物时 跟快递员聊天 对快递的工作产生了兴趣 他心想 自己每天下班后 包括周末 都有空闲时间 并且还有电动车 不用添置装备 就可以送快递 唯一让他犹豫的是 怕别人知道 他是大学老师 用异样眼光看他 但转念一想 只要自己不说 谁知道这个呢 就算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呢 自己整天对着电脑 挺枯燥的 如果抢几个单 送送快递 既能为别人服务 也可以调剂生活 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 他立马行动起来 在案上注册成为棋手 干上了快递的副业 这故事你一听 可能会觉得有点意思 一位大学老师 因为好奇心 干上了快递 棋手的工作 作为增加社会阅历的体验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社会中确实有一些 门槛较低的副业 比如跑腿 代价 推销等等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只要你愿意干 立马就可以干起来 不过这些副业 虽然能赚钱 但主要是消耗时间和精力 不利于个人能力成长 就像这位大学老师 兼职送快递 对他来说 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还应该了解更多 在这本书里 作者提出了一个五星分析法 从个人倾向 核心资源 客户需求 周边机会和收入结构 这五个维度 来考察各种副业机会 下面咱们介绍两种有普遍意义的 一是发展兴趣爱好 每个人都有兴趣爱好 只是平常习惯了 不去琢磨它 涉及什么环节 用什么知识 需要什么技能 跟什么职业相关 但如果仔细琢磨 包括打游戏 看电影 读书 旅游等兴趣爱好 都有很多相关的工作可以做 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顾先生是一家网络公司的产品经理 他喜欢玩车 只要聊起车来 他总是滔滔不绝 说得头头是道 有朋友买车时 就叫他帮着验车 他也帮很多朋友验过车 反响很好 他买房结婚后 经济压力变大 想通过副业贴补家用 就想到了这个兴趣 要知道 在当前经济中 二手车是个不小的市场 但问题很多 不懂的人容易吃亏上当 需要专业的人帮助评估汽车状况 于是 顾先生就把目标锁定在这个方向 通过系统学习汽车专业知识 考取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的资格证书 干上了二手车评估的副业 这个案例可以说是将个人兴趣 变为副业的一个典型 书中还提到 有一家酒吧的老板 对心理学感兴趣 于是自学心理学 考取了私人心理顾问证书 开启了职业规划师的副业 这里可以看到 要把兴趣转化为工作 光有兴趣还不够 还要经过一定的钻研学习 甚至要有资格认证才可以 二是捕捉身边的各种机会 现在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 各种趋势此起彼伏 因此创造出各种机会 只要留意这些趋势 再加上努力学习 开展副业也是水到渠成 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藩女士在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有了孩子后 想为女儿买保险 就开始研究保险知识 她学习能力强 对理财知识感兴趣 水平提高很快 研究一段时间后 她意识到保险在国内 正是蓬勃发展阶段 前进很好 于是考取了保险经济资格证书 和职业证书 当上了保险代理人 她把自己买保险的思路 分享到自己参与的宝妈群里 有些宝妈很感兴趣 就来咨询她 而她的原则是 自己买的才会推荐 自己看不上的绝不推荐 这样就赢得了宝妈们的信任 不断有单子成交 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 保险经纪人 这是一个从消费者 转向服务者的典型案例 类似的案例还有 一位练瑜伽的企业策划 后来当上了瑜伽老师 一位喜欢纹身的 音像效果设计师 同时从事纹身设计等等 也都和兴趣爱好有关 并且在拓展副业过程中 也离不开钻研和学习 总之 这本书告诉我们 在当今市场经济中 副业机会是广泛存在的 一方面可以面对周围的人群 用特定的服务或产品 满足他们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关注社会 行业趋势 从趋势的变动中寻找副业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每个人在职场摸爬滚打 都会掌握一些有价值的资源 比如知识 技能 人际关系 信息 渠道等等 也可以想办法 把它们转化为副业 第二部分 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 从自己的资源条件考虑 有哪些做副业的机会 在这本书里 作者分析了每个人都可能有的四种资源 包括知识与技能 人际关系 信息 渠道 还总结了八种资源变现模式 包括教别人学知识 帮别人做事情 给别人当顾问 开发自己的产品等等 我给你介绍比较典型的三种 第一 是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帮别人做事 为别人服务 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老黄是一名硬件工程师 在一家公司负责研发 个人护理电子产品 包括电动牙刷 截面衣等等 他对电路板设计很在行 在业内小有名气 这样就有朋友和同情 请他帮忙做电路设计 但这类单子往往比较急 老黄要熬夜加班 一般会从晚上八点 干到凌晨一点 到了周末会更晚 有时到凌晨四点才能休息 总之 因为老黄的技术很棒 产品交付及时 在客户中口碑很好 形成了固定的客户群 也就有了稳定的副业 这是很多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副业的典型方式 第二 也是用专业技能帮别人做事 不过这种技能 是在主业之外发展出来的 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主人公叫小汤 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质量管理主任 负责规范员工的操作流程 这份工作并不难 小汤做得很出色 但很难有晋升的机会 于是他就想办法提高个人技能 从学PPT设计开始 主动帮其他同事做数值报告的PPT 后来又参加公司的PPT设计比赛 得了第一名 这样 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他会设计PPT 给了他一个PPT达人的标签 并逐渐传开了 有一次有朋友找到小汤 说身边有个朋友想找人做PPT 问他愿不愿做 小汤琢磨了一下 他觉得业余时间接单子 一是可以打磨自己的PPT技能 二是可以培养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 对工作也有帮助 于是他就答应了 在做完第一单之后 又有朋友邀请他 第二单 第三单慢慢都来了 就这样 他开始了一份做PPT设计的副业 你看 前面提到的两种模式 都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直接服务于他人 帮别人做事 其实不光是这样 现在随着新的学习方式兴起 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别人 也能成为赚钱的副业 书中提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位名叫彭小六的程序员 最初为了还房贷 以IT培训为副业 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别人 后来又从兴趣出发 从事关于阅读和写作的线上分享 线下培训 结果用了两年时间 成为知名的知识博主 副业给他带来每个月六位数的收入 最后 他辞去了上市公司软件研发经理的工作 专注于推广阅读和教育 还有一位叫弗兰克的新媒体人 原来是制造业的项目经理 后来钻研写作 通过教别人写作 用一年时间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以这种方式干上副业的 一开始 他只是想分享编程的知识经验 在博客上写文章 没想到被出版社看中了 邀请他写书 后来又根据书的内容 录制视频课程 先讲编程技术 再讲职业规划 再讲如何通过副业赚钱等等 最后从一名程序员 发展成有多种职业身份的知识博主 也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转变 你看 这些案例中的副业 不仅仅是用业余时间赚钱 或提高专业技能这么简单 而是通过开展副业 在副业中学习成长 实现职业生涯的跃迁 那么 如何找到有发展潜力的投资性副业 而不是简单的拼时间和体力的消耗性副业呢 这本书也提供了建议 简单的说 要注意两个角度 一个由内而外 一个由外而内 所谓由内而外 就是从自己的条件出发 分析自己的知识 技能 兴趣 特长等 看自己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 而由外而内 就是从工作的性质考虑 通过有没有专业壁垒 是否具有复利效应 是西洋产业 还是朝阳产业等标准 来筛选具有成长性 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 说的具体一点 我们可以先从由外而内的角度 找自己最看重的三个工作特质 筛选出第一份副业清单 再通过由内而外的自我认知分析 找三至五项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最想培养的技能 或最感兴趣的领域 筛选出第二份副业清单 最后对比这两份清单 重叠的内容 就是比较理想的副业 比如作者开启副业时 从外向内看 他希望从事的副业 跟自己兴趣有关 能获得公众认可 并有利于发展特长 由内而外看 他所擅长和感兴趣 以及想培养的技能 包括写技术文章 写文学作品 做职业咨询等等 最后两方面综合 他选择的是写技术博客 如果两方面没有重叠 怎么办呢 就说明我们对副业的目标设置 和自身条件分析有偏差 也就是理想和能力不匹配 那就得调整 要么降低对副业的要求 要么提高自身的条件 总之 只有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考虑 才能发现理想的副业 并且经过调整和校正 大多数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副业 第三部分 那么是不是找到了一项副业 就能高枕无忧呢 不是 这本书告诉我们 副业做起来不难 但要坚持下去 却不容易 比如有的人坐了几天 觉得太累 就放弃了 有的人想要坚持 却不知道怎么做 坐着坐着就坐不动了 还有的人看到了回报 但回报太少 就不想再做了 等等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在做副业的过程中 可能遇见什么困难 有哪些解决办法 在这本书里 作者总结了开展副业常见的七个阶段 分别是 观望 三分钟热度 坚持 自我怀疑 冰火交织 安营渣宅 衰退 你一听就知道 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而是会反复波折 需要预判和应对 怎么办呢 作者介绍了18种 关于落实行动 和坚持努力的方法 不过由于篇幅有限 下面重点介绍 三种常见的障碍和突破方法 第一个障碍 是不停地观望 但不能落地 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 想尝试付业 但想归想 总是不能迈出第一步 原因也很多 比如事情太难 比如时间不够用 比如担心付出了不一定有回报 等等 这时候怎么办呢 书中建议了一种方法 叫起而行之 就像前面案例中提到的那位大学老师 他想到了送快递 说干就干 先干起来再说 这种行动背后 其实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犹豫 不断观望 是因为习惯里有一种认知 认为想做什么 要先学会 然后再去做 遵循的是想做 会做做这样的程序 但实际上 生活中大量实践 都是先做起来 然后才知道怎么做 甚至擅长和主动去做 遵循的是 做会做想做这样的程序 想清楚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 干副业的时候 不用考虑太多 反复掂量 陷入不断观望的陷阱 其实只要方向正确 自己想干 就先干起来 在时间中不断修正和调整就可以了 第二个障碍是三分钟热度 跨过了观望阶段的人 往往对副业满怀憧憬 在新鲜感和创业热情的推动下 浑身是尽 勇往直前 但不久后会发现 在新鲜感和热情退去之后 各种不适应和麻烦接踵而至 比如时间不够用 睡眠不足 没钱 参加培训 缺乏资格认证 回报遥遥无期等 这时候 很多人会想放弃 还给自己找了理由 比如体验了一下 发现不喜欢投入时间和精力太多 影响正常生活 还是想过的自在一些 这样不值得等等 陷入了三分钟热度的困境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书中有一种建议 叫提升重要性 就是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 提升事情的重要性 就能让自己的努力 更有认禁 相反 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没那么重要 就不会主动去做 或者碰上点困难 就想打推糖果 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7年的某一天 他起床后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摔倒在地板上 昏迷不醒 后来一检查 查出高血脂 颈动脉硬化等各种问题 让他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在这之前 他也一直想锻炼 但没有真正去做 在这以后 他开始每天跑步 即便冬天室外结冰 也要穿上运动服去跑 不让这个习惯中断 这就是体验到了 失去健康的危险 而把锻炼看得无比重要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 有些人想做副业 获得第二份收入 但迟迟没有行动 或只有三分钟热度 多半是副业 对他没那么重要 因为主业收入还不错 生活无忧 所以做不做都无所谓 但如果他能想象 自己像某些特定行业的员工一样 突然遭遇降薪 裁员等状况 生活一下紧张起来 甚至连开销也维持不下去 那么他很可能马上付出行动 并敦促自己坚持下去 第三个障碍 是自我怀疑 在经过一段时间坚持后 做副业的人如果体验不到回报 就会进入自我怀疑阶段 这时候会产生各种怀疑 比如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做这个事 坚持下去真的能成功吗 投入这么多精力值得吗 我做这件事的方向对吗 做事的方法对吗 等等 怀疑多了 就会焦虑紧张压力巨大 一旦扛不住就会选择放弃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书中提到了一种方法 叫阶梯模型 简单的说 就是把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 从小目标开始做 容易看到成果保持自信 具体来讲 可以把一星期以内的目标定为步骤 一周到一个月的目标定为短期目标 一到三个月的目标定为长期目标 三个月以上的目标定义为梦想 把目标分解之后 就可以着眼于具体的步骤 通过标记打勾的方法来推进任务 一步步地由短期目标向长期目标迈进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可以迅速看到做事的结果 增加自信心 保持紧迫感 比如你想写一本书 从选题到写作 再到编审 印刷 上市至少要六个月以上 这时候如果把出书作为一个总目标 会让过程显得枯燥而漫长 而如果把这个过程分解为若干小目标 甚至在写作过程中 把一些章节发到网上 获得读者的反馈 这个过程就会显得更紧凑和愉悦 所以这本书认为 使用阶梯模型做事的人 半途而非的可能性更小 达成目标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 这本书告诉我们 做负业并不容易 但如果你能坚持不懈 穿过自我怀疑 也许会来到一个稳定的时期 这时候 每年花多少精力 收入是多少 成本是多少 出现意外情况 怎么应对 都可以预判 负业做到这一步 就算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但即便如此 负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因为大多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 或红利周期 当负业所属的领域进入衰退时 负业也会衰退 也需要通过持续创新 降低成本 放大服务能力 来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因此从很多方面看 负业跟主业没有区别 总结 说到这儿 关于这本书的解读 就接近尾声了 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 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 负业机会是广泛存在的 只要你愿意 社会中有一些门槛较低的负业 可以很快干起来 不过这些负业虽然能赚钱 但主要是消耗时间和精力 不利于个人能力成长 所以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 每个人在职场历练多年以后 都会掌握一些有价值的资源 比如知识 技能 人际关系 信息 渠道等等 都可以转化为副业 比如用自己的知识 合计能帮别人做事 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别人 都能成为赚钱的副业 不过要注意的是 副业做起来不难 但要长期坚持 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并不容易 因为他经常碰到三分钟热度 自我怀疑之类的障碍 除非你能坚持努力 穿过障碍 才会迎来比较稳定的阶段 但即便如此 副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升级 最后再说说 副业和主业的关系 我们要想清楚 在有主业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做副业 以及即便不做副业 副业思维对主业有什么影响 前面曾经提到 副业可以分为进取型副业 和防守型副业 这也体现了人们从事副业的原因 进取型副业是为了增加收入 拓宽赛道 推动职业生涯的进步 防守型副业是为了预防危机 未雨绸缪 为潜在的危机 准备救生医合避难所 但不管是拓宽赛道 还是预防危机 作者提醒我们 在职场中 要经常思考三个顶级问题 第一 是自己的升职机会 是否见顶了 第二 是自己的工资水平 是否见顶了 第三 是自己的个人价值 在当前工作环境中 是否已经见顶了 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 大多是是 那么就应该考虑 尝试副业了 事实上 本书作者就是这么决策的 他在公司 虽然处于重要部门 技术能力出众 但要想沿着职位序列上升 几乎没有机会了 同时 虽然工资 每年会有8%至10%的增幅 但在扣除通货膨胀以后 几乎没有增长 所以他决定开展副业 当然 作者虽然强调巨暗思维 但并不主张 人们在任何时候 都去尝试副业 因为如果条件不合适 就开展副业 很可能 很可能副业没做好 主业也被荒废了 最终得不偿失 所以还是要提醒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 我们今天谈到的案例和思路 只能作为参考和借鉴 最后我想说 不管我们是否决定开展副业 副业思维都是对工作有帮助的 包括前面提到的 尝试副业的危机意识 和拓展精神 开展副业时需要的 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以及为了克服动摇和自我怀疑 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都可以对主业进步 起到推动作用 因此从很多方面看 副业跟主业没有区别 甚至可以说 主业做不好的人 也很难做好副业 副业能做好的人 主业也可以做好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 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